正式控告 胜任副总统 也是总统的候选人 赖清德 以及立法委员 候选人林仪锦 当然立委参选人李全教带着大批人马 他要按林控告对手民进党立委林仪锦 还有副总统赖清德 议长起诉理由是汇选 最终判决是预备 思想犯 我并没有涉及所谓的双重汇选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抹黑我 污蔑我 意图使我不当选 强调自己的议长选举 入监服刑八个月 是犯了预备汇选罪 只是想犯并没有双重汇选 痛批对手再三的抹黑决定提告 李全教先生 不管他是不是要在哪个地方参选 我想他无非是要跟赖副总统赖清德 乘身量化 因为事实就是事实 不需要他用掩误的方式 好像告了别人就表示自己是清白的 我们非常欢迎李全教再次去法院认证自己的会选的行为 我想法院一定会还他一个会选的认证的事实 他批判我跟赖副总统 说他双重会选 意图使他不当选 这个就是很荒谬的事情 他是真的是不知悔改 然后我觉得他是恬不知识 台南市立委选举第四选区选情激烈 李全教的议长选举官司服刑完毕 但是会选议题依旧是被关注的焦点 也让双方的阵营攻防不断 三天新闻网上以朱宇荣SN小组送好